在加拿大成軍17年的 多倫多臺灣室內樂團 自1999年創談至今 一步腳印地在多倫多成長茁壯 每年固定都會舉辦年度專題音樂會 更是當地愛樂人士 感受臺灣音樂美的重要場合 而今年正逢加拿大建國150週年 多倫多臺灣室內樂團 推出以花為主題的年度音樂會 來作為獻禮 由多倫多臺灣室內樂團 音樂總監王明星擔任指揮及編曲 多位據臺灣背景的專業音樂家 共同演出的花之樂年度音樂會 曲目結合古典與臺灣通俗音樂文化 其中作曲家蕭泰然 聲樂作品尚美的花 臺灣早期流行歌曲 六月茉莉 白牡丹 謝宇威的客家合唱曲花樹夏 謝志豪的臺灣合唱曲花香等等 每一首曲子背後都有動人的故事 今年的話因為主要是說 我們凸顯的是這個花的特色 因為這個花在早期臺灣日本時代 因為那個時候在上個世紀 而且上個世紀初 所以那時候在臺灣那個社會蠻封閉 蠻保守 所以很多流行歌曲就會以花為一個 好像在比例這個女性這樣 這首法國歌劇名曲花枝二重唱 是由旅家知名聲樂家許瓊丹 和另一位女高音羅雅儀共同飆唱 這也是樂團成軍十七年來 首次公演這首經典曲目 整個主題都是以花為主 所以我們唱的拉的 全部都繞在花的周圍找曲子這樣子 所以我想是還蠻特別蠻新鮮的 那王老師也非常用心去做了非常多的編曲 那我想是會一個很成功的音樂回 此外有許崇丹代團指導的 以馬內利室內合唱團 今年則是連續第五年 和多倫多台灣室內樂團合作 近年來台灣僑民人數逐漸減少 為了能夠永續經營 多倫多台灣室內樂團開始轉型 希望能與更多具有音樂專業背景的 台灣音樂家合作 走向半職業化室內樂團 我們已經歷經第十七年的 室內樂團的歷行 所以慢慢的那個 因為台灣的音樂也慢慢少 所以變成說我們現在要 而進行一個新的反應 真的是越來越困難 所以我們現在希望說慢慢轉型 就轉 希望那個 就是女士音樂學校畢業的 這種好手也盡量來加護 因為身為台灣人 當然要盡量在我們這個 多元社會的這個加拿大 我們的加拿大來表現 我們自己族群的文化 那這也是可以充實 我們加拿大的多元社會的一種特性 今年參與演出的音樂家 包括兩位女高音許崇丹 羅亞儀 大提琴家張凱莉 吉樂家賴璇 低音大提琴家林靜平 中提琴家賴靈君 樂團首屆團員劉敬明 協助演出 樂團首席則由資深團員 葉千玲擔任 音樂會公演時間是 四月二十九日晚間七點半 歡迎各界愛樂人士 前往觀賞聆聽 臺灣宏觀電視胡玉莉 加拿大多倫多採訪報導 本節目 感谢观看